马尔代夫先总统发力和上台后,立即踏出外交部长、财政部长和经济巴胆部长组成的钢官代表团访问印度,探讨如何落实印度优先的外交政策。 11月28日,日本亚洲评论报道称,印度正考虑向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贷款,帮助其偿还拖欠中国的债务。条件则是印度军队能够在这个岛国常驻,确保该国落实印度优先的政策。 不过面对印度的这一要求,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沙西德在会见记者时表示,过去50年,马尔代夫得到了中国的慷慨援助。 马尔代夫将继续与中国合作,显然印马双方并没有就最重要的架码问题问题达成一致,印度优先只是说说而已,还是真正落地。 仍然有待观察,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影响力,巨大马尔代夫是印度的建林。 两国之间的关系源源流长,印度一直保持着对马尔代夫绝对的影响力优势,主要有三个方面。 一是,因为历史原因,印度在马尔代夫一直驻扎着50人左右的军队,还部署了两架军用直升机。 历史上,印度也曾经多次武装干预马尔代夫政局。 1988年拉吉夫干地政府还曾经挫败了马尔代夫的政变。 由于马尔代夫本身没有军队,虽然印度的驻军数量不多,作用却非常明显。 在今年年初,前总统嘉宁与印度关系不佳时,马尔代夫就曾要求印度将驻军撤走。 这次,印度提出用10亿美元优惠贷款换取永久驻军,也是看中了这些驻军对马尔代夫政局的巨大影响力。 第二,马尔代夫有数量庞大的印尼居民。 目前马尔代夫的印尼居民达25000人。 此外,每年还有超过2000名印度人要到马尔代夫务工。 这比庞大的印尼居民群体,就是印度干预马尔代夫政局的最好借口。 从尼泊尔死前的情况看,当印度需要干预当地政局时,印尼居民会率先站出来向政府施压。 随后,印度又会以保护印尼居民为借口插手进来。 第三,印度在马尔代夫深耕之久。 马尔代夫始终有一个坚定支持印度的群体。 在亚民前总统的领导下,2016年马尔代夫的TDP增长率达到了6%、2017年超过了8%。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,亚民依然无法战胜其印度候选人发愈赫,说明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影响力,不是短期内就会消散的。 10亿美元的筹码并不算多对于一个TDP,只有不到70亿美元的小国而言。 10亿美元并不算少,不过马尔代夫虽小,但是并不穷。 2017年马尔代夫人质TDP是印度的四倍多,10亿美元只购密布马尔代夫三年不到的财政缺口。 马尔代夫非常清楚,印度人的算盘打得叮当响。 如果用永久住均换了10亿美元,就相当于签下了卖身期。 三年之后,有住均能够直接干预马尔代夫政局的印度,不可能再像比自己富裕得多的马尔代夫提供第二笔优贵贷款。 更让马尔代夫犹豫不决的是,印度的10亿美元援助还有附加条件。 印度要求马尔代夫必须输院北京,对于印度的这一要求。 马尔代夫也要好好盘算一下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以中马有一大桥为例,该桥总投资3亿美元,其中中国援助1亿美元,低息贷款1.7亿美元,马尔代夫政府仅投资3000万美元。 这么好的民生项目来上几个,就有10亿美元了。 然而,如果马尔代夫新政府真答应了印度的条件,类似的好事今后就再也没有了。 毕竟有了印度永久驻军的马尔代夫,也会同时丧失独立的外交政策制定权,谁会在一个印度普通国身上花钱打水漂呢? 马尔代夫地处中东有苦到东亚消费区的航路上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围绕着马尔代夫的国际博弈。 给马尔代夫带来政治动荡的同时,也会给马尔代夫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。 如果马尔代夫真为10亿美元而折腰,新英派在印度大兵的保护下,倒是能够实现长期执争。 但是马尔代夫在想获得外界的资金,急速援助实现快速发展,却要耐心等待,几十年后印度成为经济强国的那一天了。 这笔账马尔代夫人要好好算一算,你认为马尔代夫会答应印度永久驻军的要求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